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子玲 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您收听你的心情 我的歌 很高兴子玲在空中和您再次相会 花开有时 每种花都有自己的花期 有些花是全年花开 但有些花从花开到花落只有短短四小时 每年夏秋之际 开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就像是月下美人 孤芳自赏 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 昙花一现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 子玲为您送出一首和昙花有关的作品 一座城 一盏灯 虔诚了相思 冥冥之中 梦已共筑三千尺 纷纷细雨池 彼岸花有史 浪迪了谁发过的事 我会追随你 直到今生今世 昙花一现 雨及时 又盛开的子 迅烂了曾经化作诗 这是一首由丽锦作词作曲 周生 郑宁龙首次合作为电视剧《三千压纱》现唱的主题曲 昙花一现 雨及时 周生正一龙 一个飘零柔美 一个温暖沉稳 两个人的声音分开各具特色 合声又完美融合 深情的演绎把整首歌曲唱得仙气十足 温瓦的旋律让人听起来犹如清风拂面 深情的演绎把整首歌演唱得十分完美 昙花一现 金红一撇 缠绵浅卷的曲调和意境悠长的古风歌词 让昙花一现 雨及时 这首歌为听者描绘了一幅绝美的画面 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周生 郑宁龙首次合作现唱的《昙花一现 雨及时》 一座城一盏灯 虔诚了相思 明明之中 梦你共筑散坚持 纷纷细雨迟 彼岸花有时 忘记了谁放过的事 我会追随你 我会追随你 直到今生今世 看看风华四季和你的样子 把你落截止 淡去历史 哪怕追天涯之迟 从一相依一开始 提及的每个字 都是只说不虑的样子 从今往后 你却总会闪闪来迟 飞舞着转瞬即逝 昙花一现 雨及时 又盛开的字 雪蓝了 曾经化作诗 几百成年 天恩赐 不想一生死 任由 光阴百发丝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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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座城一盏灯 虔诚了相思 一座城一盏灯 虔诚了相思 从梦你空煮散千枝 纷纷细雨迟 彼岸花有时 挡起了谁发过的誓 我会追随你 直到今生今世 看看繁华四季和你的样子 把你彼岸花有时 哪怕追天涯之痴 从日相遇一开始 提及的每个字 都是只守护你的样子 从今往后 你却总会闪闪来迟 飞舞这春瞬即逝 抗花一些 雨季时 又盛开的刺 绚烂了曾经化作诗 几百成年 天然刺 独向一生死 仍有 光阴白发丝 却永远生连离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一位歌手阿兰的歌迷 疯狂地喜欢上了他的歌 于是他经常幻想着 有朝一日 阿兰也会唱我写的歌 没想到时隔八年后 梦想居然真的实现了 阿兰唱着这位歌迷写的歌 在音乐榜单上拿下了冠军 所以梦想可以伟大 只要怀揣着梦想坚持前行 就算是漫漫长夜 梦有千寻 也会等到梦想成真的时候 《音梦千寻》是中文原创曲 是由李恋羊填词 谱曲 阿兰演唱的歌曲 这首歌曲是藏腔体材 作品曲风 婉转悠扬 唯美中不失大气 阿兰的细腻演绎 把歌曲中浓郁的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歌曲的结尾处更是有标志性的 蓝氏高音把歌曲气氛推向最高潮 阿兰坦言 感谢喜欢她的歌友一路以来的支持 希望这首歌能成为连接 我们彼此心灵之间的桥梁 也希望这首歌能成为我们之间最好的纪念 我们一起来聆听阿兰的一曲《一梦千寻》 《一梦千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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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的小雨 在今晨后的夜里 敲打着梨人 在独角上残存的回忆 又只散上了花瓣随着夜风散去 但为浮游般的绚乱无所孤寂 担忧的思绪 像走马灯般来去 有些怀念因为太不可触及 而充许 淡花三月里 数不尽的夜已凋零 如同往昔再绚烂也无法追逝 今宵雨 敲鸿雨 一夜风雨 阻落花吹满地 吹不落下也缠冰 终将来铃铛迎训 明朝一听春夕 一篇绚丽花成了转迷 一梦清明一夜 千寻中缠溢 缠绵醉雨 夜里 优优独tir 还有琢瑜 程抢日 你全力好 如同往昔在绚烂也无法追逝 今宵雨 枪红云 一夜风雨 阴阻落花坠满地 垂不落下一场命中将来领的一席 明朝一听成细一片绚丽 化成了成衣 一梦清明一遍寻众沉溺 徘徊在日夜里 绚练终究抵不过花季终究失去 去一只离朝别许徘徊在雨夜里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 由紫玲为您主持的《你的心情,我的歌》 歌手云菲菲冷漠和唱一首《情歌对唱》 《这条街》歌词入心 唱得缠绵 唱得令人动容 《这条街》这首歌曲是内地原创著名音乐人陈伟为当红歌手冷漠量声定做的 歌曲由陈伟作词作曲编曲 《实力唱将冷漠》写手灵魂菲菲用心演唱现实生活故事 释放所有烦恼与不开心 唱出了多少爱情 两人一唱一和 用歌声怀念过去的美好 独具风韵 一曲《云菲菲冷漠共同演义的这条街》 送给天下有情人 《云菲菲菲》 好久没有走过这条街 因为我不敢触摸思念 对你我有太多的愧欠 只是没有机会说抱歉 不曾想到就在这一天 你我重逢还在这条街 不敢看你犹豫的双眼 再多的感慨都化成了屋檐 有多少火开黄蝎 隐情远缺 依然像你当初的相恋 你给我留下了无尽的缠绵 正藏在我心间 如今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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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陪陪我走过的每一天 你陪我走过的每一天 有太多的愧欠 只是没有机会说抱歉 不曾想到就在这一天 你我重逢还在这条街 不敢看你犹豫的双眼 再多的感慨都化成了屋檐 有多少火开黄蝎 隐情远缺 依然像你当初的笑脸 你给我留下了无尽的缠绵 你给我留下了无尽的缠绵 珍藏在我心间 如今已试过境迁 沧海桑田 你已不是当初的少年 我永远怀念 你陪我走过的每一天 有多少火开黄蝎 隐情远缺 依然像你当初 在笑脸 你给我留下了无尽的缠绵 珍藏在我心间 如今已试过境迁 沧海桑田 你已不是当初的少年 我永远怀念 你陪我走过的每一天 梅花 清优劝俗 超拔众方之上 在中华文化语境中 它的意韵早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植物花卉 它被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内涵 而且被历代文人默克所争相引勇描摹 比如古代音乐作品《梅花三弄》 就是最为知名的 这首曲子体现了梅花冰青玉翠 奥雪凌霜的高洁品性 今天子林要介绍和梅花有关的歌曲 是来自牧尘作词王浩作曲 陈瑞演唱的《我是一朵梅花》 在陈瑞目前的作品中 以花为题材的有很多歌曲 其中却只为梅花的有三首 分别是《新女人花》 《谁说梅花没有泪》 和《我是一朵梅花》 这也可以视为陈瑞的《梅花三弄》 梅花一弄素中长 二弄惹人连 三弄见风烈 《我是一朵梅花》 《我是一朵梅花》 创作灵感来自于陆游的代表词作 《蒲蒜子永梅》 陈瑞低回引勇 词曲意境很有韵味 《我是一朵梅花》 不追随城市的繁华 只为一人 只为一人 凋落也无牵挂 她用美妙的音乐 诉说女人的心事 伤感 罪人 罪心 一首陈瑞的《我是一朵梅花》 送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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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着黄昏的天涯 等着谁将我摘下 把思念用真情来融化 给我今生爱情不变生化 我是一朵梅花 独自在短桥下芳华 一缕清香 一缕清香 只为有情人飘洒 我是一朵梅花 独追随城市的芳华 只为一人 只为一人 雕落叶不牵挂 我是一朵梅花 独自在短桥下芳华 一缕清香 一缕清香 只为有情人飘洒 我是一朵梅花 独追随城市的芳华 只为一人 只为一人 雕落叶不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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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现在收听的是 希望之声广播电台 由子凌为您主持的 《你的心情,我的歌》 谢谢你 那些命运给的惩罚 谢谢你 那些鼓励我 那些看清我的人 那些过得去 那些过不去的伤疤 他在提醒我 这是成长的代价 歌手李戴默 在感恩节那天 低调发布了单曲 谢谢你 歌词真挚诚恳 奔暖磁性的散音 在感恩节单天 成为大家刷屏感恩的单曲 谢谢您这首歌曲 讲述了成绩一年多后 李戴默由心而发 所感所想 歌词中讲述了 曾经听过很多难听的话 幸运的是 我没被打垮 这是他一路走来 所经历的 我永远一个温暖的家 他告诉我 爱有多强大 这表达了李戴默 对于家庭和父母的感恩 谢谢你 那些匿名给的牵挂 表达了李戴默 对于无数网友和陌生人 对他的鼓励和批评 感谢命运给的惩罚 感谢所有关心 不论真假 也正是李戴默 经历这一切最真实的想法 他把埋藏已久 想要对大家 袒露的心声 通过这首 谢谢你 和盘托出 曾一度萎靡的他 终于打开他的心扉 用歌声唱给你听 有网友说 用歌声唱出诚意 回到最初的梦想 感动人心 我们一起来倾听 由萧珊作词 文影秋作曲 李戴默 为我们带来的 谢谢你 曾听过很多难听的话 幸运的是我没被打垮 其实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差 现实并不能让我趴下 我拥有一个温暖的家 他告诉我爱有多强大 他让最黯淡的过往 开出了花 微笑是面对人生 最好的办法 谢谢你 那些命运给的惩罚 谢谢你 所有关心不论真假 谢谢你 那些过得去 那些过不去的伤疤 他在贴心我 这是成长的代价 曾听过很多难听的话 幸运的是我没被打垮 其实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差 现实并不能让我趴下 我拥有一个温暖的家 他告诉我爱有多强大 他让最黯淡的过往 开出了花 微笑是面对人生 最好的办法 谢谢你 那些你命运给的牵挂 谢谢你 不管好的坏的都罢 谢谢你 那些鼓励我 那些看清我的人啊 我都谢谢你 让我能重新出发 哪怕 哪怕前方有再多的嘲笑声 哪怕回忆有多疼 我都不会放弃 我都不会放弃 最初的梦 谢谢你 那些命运给的惩罚 谢谢你 所有关心不论真假 谢谢你 那些过得去 那些过不去的伤疤 它在提醒我 这是成长的代价 小河糖水这首歌曲 曾经获得了1994年的 格莱美世界民族音乐奖 它有一种让人深入其境的感受 有一个空灵般的声音演唱小河糖水 舒缓而又强烈地唱出心中的琴 它就是同力 这首由影仪工作词作曲的小河糖水 是一首云南民歌 歌词质朴自然 富于想象 感情真挚内在 音区较高 英语较宽 表现出少女的活力与纯情 是一首经典的民歌作品 小河糖水诞生于1947年春天 云南大学月亮高悬亮弯弯的一个夜晚 最初影仪宫取歌名为月亮出来亮弯弯 当时那个晚上 他连夜拿去请江沐看时 江沐低声吟唱了两遍后说 这首山歌太美了 建议歌名用小河糖水更好 从那时起 小河糖水逐渐地长播开来 今天节目的最后 子凌为您分享的这首 小河糖水由同力为我们演唱的 同力演唱的小河糖水 是古典式东方式的 同力兼具内涵与完美的声音表现 把世间的缘与情深深地创起 敲击感情的唯美女声 倒出了内心深处种种的细腻感受 我们先来欣赏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月亮出来亮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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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香月亮天上走天上走 歌 歌 歌 山下小河湯水情悠悠 作曲 李宗盛 蹲破朝斑破 望见月亮相惜我的阿哥 一阵清风吹上破 吹上破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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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听见阿妹 骄傲阿哥 亲爱的听众朋友 希望美好的音乐能够跨越时空 让我们彼此心有灵犀 很高兴能与你一起度过这短暂的美好时光 我们今天你的心情 我的歌 节目暂时为您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在您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和您空中再会 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 你的心情 你的心情 我的歌 感谢您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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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